歡迎來到 問問問問什麼狗 其實大家都很久沒有去日本 你們最巔峰的時間 是多麼喜歡日本 一年試過去三四次日本 我覺得是日本 很誇張 我又不算很喜歡日本 但是我一年最多 都試過三四次 蛤? 我真的挺喜歡日本 但是不要罵我 我應該平均三十年去一次 蛤? 你去過一次? 是呀 你喜歡日本的點是什麼? 是不是他那些色情動畫 所有動畫都有 所有動畫都很喜歡 是的 那你那次去哪裡呢? 很小時候 那時候是去東京 和我爸媽那些 我就結束了 然後結束了 小時候看比卡丘 你們有沒有說 最喜歡日本的哪裡呢? 我最喜歡就是 是八川鄉 其實八川鄉和北海道 其實四季有不同的景色 其實四季都要去一次 但我只去了一次 那不如直接留一年吧 我都很想啊 我覺得最特別的一個地方是 屋九島 屋九島是有一個綠油油的森林 是宮崎駿的 幽靈公主的靈感來源 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要特地搭船去 如果你說最想去 應該就是去一個 跟日本的感覺 最不像的沖繩 那你不用去日本吧 你去一些巴提亞都可以 都可以 但我覺得這個是特別的 那你不如去一些 很像日本味道的地方 因為沖繩 它根本完全不在日本裡面 只不過是屬於日本的一個地方 但它就是陽光海灘 經過了之前那麼多集之後 我已經不會再信西非那些 很簡單的問題 真的很簡單 無論你多喜歡日本 你是日本人也好 我覺得一定不會答 我第一題 以下這個地方 是日本的邊島 我只知道不是東京 啊不對啊 修叔是東京的 你們一定去過的 我常常知道 兩個我覺得一定不是 是哪兩個 ABCD 我還沒這麼說 一二三 正確答案呢 是 BOY 涉穀 因為是SHIBUYA 109 我比較多去的是 新宿和池袋涉穀 我是很少過去的 我們來吧 下一條路 以下哪一個地方 不屬於山手線裡面呢 現在有很多個問號 很大的頭 有沒有印象記得 哪裡是多遊牌 我就是憑西非這一句 我也是 我寫了這個答案 這個很大的提示 321 正確答案呢 是C 前草 我最記得的 上夜有六釘 一定是山手線的 我記得 那為什麼你覺得木克有懷疑 因為 曾學而有一點 以下這個 是哪一個改建前的車站呢 好熟啊 應該有去過的 有新聞的 最近的事 這個地方 應該女生會很喜歡去的 TOPPING的地方 我知道了 對呀 大家都 是元宿 東京站也很漂亮 其實都是這樣 不過再大一點 好想是旅客 好 下一題 日本星期的正確次序 應該是哪一個呢 如果我這題錯的話 我學日文的學費可以白交的 1 2 3 大家是對的 嘩 我真的是撞的 因為我記得星期五是金 然後再數上前面 星期四 我覺得星期四的感覺不是水 所以就是A 我真的是靠Viu 女人的直覺 是很準的 我會很開心 出生 你最認真 你最認真還沒有 好 最認真 日本在車上 如果看到以下這個標誌代表什麼呢 失明炸死人 日本是給盲人駕駛的 認真嗎 如果我看到這個標誌 然後我知道它是失明 我知道它是殘障 我應該不會相信 高齡也有機會 可能它反應慢一點 但我覺得高齡不用這樣 我看得出來是高齡 那失明呢 你看不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失明是合理的 從見過我明明有顏色 很開心 很顏色 那你寫D 我真的有想過 其實正確答案是C 高齡架 死人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個標誌不是看顏色 這個標誌是中間隱藏了S 我就是C S是Senior 我看得到八字 沒有了 我想知道西非會這麼失明 我很懷疑你們會思考 到底有沒有這個 以下哪一項目在日本的描述 是錯誤的 我可以思考是西非自己作 我有聽過類似的東西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知道日本女生16歲可以結婚 因為有漫畫都有寫 小女漫畫 對 那些校學漫畫 就是我很喜歡看的 好吧 我先猜猜這個 好 來吧 正確答案是A A 我記得是18歲 是20歲還是21歲 沒錯 我20歲才可以 我真的嗎 還有是吸煙 因為它要你按鈕 如果你去日本神社參拜 通常人們會投放什麼的眼閉呢 我知道 這個都 我是神社之鬼 我一定要 頂 按鈕 正確答案是 5日圓 耶 還好 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 因為它的讀音和什麼祝福 還是什麼 很像 其實5日圓的讀音是1日圓 因為日文是類似結緣的意思 所以通常人們會有5日圓 以下哪一支不是100%的唇果汁 鬼滋嗎 我真的沒怎麼看過這幾支 全部都是同一個牌子 看圖可以看得出的 看得出嗎 可以的 算了 來來來 3 2 1 為什麼你們會猜D 因為D沒有遲開 對 答案是D 但是我是想因為 很小顆沒什麼汁 應該不會100%的水果汁 其實日本的規定 如果你的果汁不是純100%的果汁 是不可以有切開水果的圖案 如果你的果汁成分是低於5% 它是不可以有真實水果的圖案 只要是卡通水果 真的是長知識 真的是長知識 但是日本的國民是不是個個都知道 那我們要去日本問一下他們 要訪問 監訪一下他們 好 我們下題 以下哪一件衣服不是和服 是挺一樣的 聽到是每個男士們都會說的話 他們不是一樣的 3 2 1 答案是對的 為什麼你們 沒有穿襪 蛤 那你為什麼猜這個呢 心色不像 如果你自己跟女朋友去你就會知道的 但勸你不要跟女朋友去穿和服 你會全身變成一個攝影師 首先你要去日本 不要說的 生氣了 那條魚在那裡說是牛肉 難道是馬肉 個人真的很膚淺 如果那條是鯨魚的話 什麼都可以 正確答案是A 蛤 馬肉 為什麼要適合我 那關牠的魚什麼事 為什麼走出來吃鯨魚 對 作死嗎 我覺得馬是一個很有靈性的動物 所以我不會吃馬肉 那鯨魚 鯨魚是否會像吞拿魚一樣的味道 鯨魚是有點像M筋的味道 M筋是M筋是M筋 M筋是M筋是M筋是M筋 首先你要吃M筋是M筋是M筋 鯨魚肉是很韌的 M筋是韌的 M筋是M筋 我自己拿去的 我幫你也試過 你也是試過M筋 你也是試過紙巾 我也是試過紙巾 請下題 那以下是新鮮吧 哇 這是我來的 美國會稱為米國 那路呢 是代表什麼呢 路都是國家 是一個國家 這個地方比較近北海道 俄羅斯 對 蛤 下一題要用你們的版 請畫出西瓜牆中的動物 滑嗎 滑 你穿上的帽子也沒見過 我忘記了 這個是動物 蛤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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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隻是銀魂 銀魂那隻Elizabeth 她是企鵝來的 我記得 我知道她是企鵝來的 對 我選了兩個 我給你十分 耶 給你看看 我給你一個直筊 你都幫我 是企鵝來的 我這東西吃了 是什麼呢 飯腸 廚師腸 芝士腸 小腸 不是 你看人文可以看得快 睡一會兒腸 對 蛤 為什麼你會知道 藥品寫著 終於有用 你們的藥品 恭喜你 真的很感動 你這一題贏得光榮 觀眾麻煩你一起拍 日文定番料理代表什麼 套餐 定食 懷石料理 set menu lunch set dinner set 湯什麼東西都有 福徒是這樣的 有生果有湯有飯 今天精選 招牌菜 對 哈哈哈哈 哇 福徒是有醬油 好厲害 我懷疑你在日本住人 來騙我們 日文 金玉 除了代表金球 或者高價的物品之外 還可以代表什麼呢 玉子燒 蟲 抵押那些 不是 你們三個 每天都會看到 或者你們經常都會看到 Fiction 一定都會看到 等等 一定每天都會看到 對 每天都會看到 我懷疑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會說你一定的 你貓 我不知道你貓 我不知道你貓 哦 媽媽笑到 一說起蛋蛋就開心 你想起上的蛋蛋 不是啊 我沒想過我會靠這個題目 拿到分 哈哈哈 你下次跟我一起做 我可以討論 好嗎 不要騙我 金玉 我說金玉是聰明的 那最後一題 好 3 2 1 3 3 你給我了 Jacky 你一份 你給我了 Jacky是最想去的一個 你毫不猶豫地按下去 3 3 可不可以騙到什麼贊助 贊助 我可以去隔壁14天 再回來隔壁14天 我都可以的 今天這個問問問就問完了 最高分的就是 Jacky 我對不起日本 所以我覺得 我要去多些日本補習 你們這次答完這個問題 有沒有對日本了解多了 有啊 你們下次去可以留意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出發 下集問問問 我們就去 日本 WOW YEAH 看完影片了嗎 看完影片就聽我說兩句吧 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我們的話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因為現在Facebook的直播 你真的低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就算你真是CVS 那都不是經常彈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想繼續笑我們 罵我們 看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 加上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真的適合channel了 如果你喜歡看球的話 記得Like我們開球的Facebook和IG 最後最後 真是最後了 快點來 I will buy 買東西吧 還要做會員吧